其实几个重点 包含第一个 这个所谓的网页的资料截取 那其实可能大家比较常听到就是爬虫 OK 网路爬虫 应该有听过吧 因为其实这个爬虫 很多时候大家觉得爬虫是什么 感觉听起来好像是不是一种动物吗 其实不是 它其实简单讲起来 就是说如果你每天需要的资料 都是在网路都是在云端 都是在可能 就是不是在你本机上面的东西的话 那你就有必要去了解 如何快速的把那些资料全部都抓 就是抓下来 然后放在你的资料库 或者是放在档案 做后续的处理 但是要抓的话 当然就没有那么简单 有很容易抓的 像一些档案的形式 像文字档像CSV 像Json 或者像XML相关的资料 那这个有时候我会把它当成一个 所谓的API 这API的话就是一个界面 就是说假设你上中下游 厂商之间资料的交换 它常常会说我资料放在哪里 你就自己去抓吧 但是如果这个资料量非常大的时候 假设你是用那个 就是人工的方式抓 而且每天都要抓 那当然就很浪费时间 所以有没有办法写一个程式 它自动时间到就去抓就最好了 反正有点像是 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流程 那另外的话呢 后面当然我们还针对这个资料 做一些分析 还有最后的话 我们会希望说 假设要产生那个爆表的时候 最后这个爆表 可以是可以用什么 所谓的图像化 或者是视觉化的方式呈现 那也就是说呢 本来是很庞大的资料 你要去做分析 你可能会看半天 不知所以 所以然 但是你可以藉由几张简单的图 当然现在比较流行的 术语叫什么Dashboard之类的 就是仪表板 有没有 就有点像那个图嘛 反正你看就知道了 就像你开车一样嘛 在车上都会有一些数据嘛 你一看就知道你什么时候 该做什么事情了 甚至有些是自动化的 现在还什么ACC 或者什么ADAS 什么一堆设备 可以让你什么 开车更安全 那其实当然 这个我们现在学的东西 也是类似的概念 OK 那所以呢 待会请各位先帮我填写这个 这个问卷 OK 那另外第二个的话 因为今天我们要开始上课 所以 待会我们会需要一个 写python的一个环境 那我刚刚讲过 因为python它是一个自由软体 那这个自由软体 它没有说它什么东西都 因为它没有收理任何费用 所以 第一个 光我们要开发的环境 那其实 当然 也有很多是所谓的免费的 但是哪一个比较简单 光安装环境 写python的环境 因为 网路上你可以找到至少十种以上 但是哪一个 当然 每一个环境有各自的优缺点 所以我们想到 当然因为我们这个课程 我是希望说最好这个环境 可以下载之后马上可以用最好 也不要做任何的安装 像如果 比如你写java 你要安装一堆东西 然后如果你要写python 那当然python的官网上面 其实也可以让你下载 所以我后来找了一个方式 因为其实我们用最多还是用那个 就是spider 所以我 因为以前的经验是这样 光环境设置就花很多时间了 所以为了避免那个时间浪费 所以 我有把一个python的一个懒人包 就直接放在我的云端上面 所以呢 待会请各位可以连结到这个云端这个位置 然后呢 请你们找到那个云端上面 有一个 有一个连结 所以待会填完资料 第二步的话 请各位到那个 我们的云端上面 你就把这个连结输入上去 那输入上去之后的话 里面 请各位找到那个 那个 我放在 有一个 如果你进到这个环境里面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01安装环境 你把它点开 其实很简单 就这个 一个ZIP的一个档案 ZIP的档案 然后呢 你就把它按右键 把它下载 或者是点开下载 反正你就把它download下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Google上面 云端 然后 理论上我刚刚试了一下 我发现 好像下载速度 好像还蛮快 不然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一起 下载会不会比较慢 不过 感觉上好像 比起之前上课是快 因为之前陈伴有问我说 有没有什么要改进的 我说网路太慢 他好像是把频宽再拉大了 好像是 不过大家一起下载 可能难免会慢一点点 OK 所以你下载完之后的话 请你把这个 这个档案 直接就把它call到你的C碟或D碟 如果你是用我们教室里面的电脑 可能好像我看一下没有D碟 那所以你可能就是放在C碟底下 也就是你把这个档案下载之后 把这个python的384 把这个档案子复制或减下也可以 然后你就把它放在你的C碟底下 那这个C碟底下的话呢 你就直接按右键 它这边有个解压缩字尺 那记得不要解压缩 多一个目录 你就是解压缩字尺就可以 因为我压缩的时候 本身就是一个资料夹 所以你解压缩 它就是一个资料夹 你不要再解压缩到 它会多一层目录 OK 可能要注意一下 记得选择解压缩字尺 然后解出来之后的话呢 它这边就会有一个 这个python的384 然后如果我要执行spyder的话 以后你只要解压缩 那这个环境就ready了 以后的话呢 你直接打开那个 python的384目录里面 你找一个资料夹叫scripts scripts这个目录 那点开来里面 就会有一个执行档叫spyder 你就把那个spyder直接打开来 那就可以开启我们的这个编辑器了 那也就是可以开始写这个python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你不用装很多东西 然后就可以很快就完成了 那各位讲一下 这个可能会比较限制在windows环境下 也就是说 因为我下载是windows版本 当然如果你是用Mac的话 或者你是用Linux的话 应该Mac比较多 那可能呢 你就是自己再去下载 那个anaconda吧 OK 不anaconda也不会那么复杂 OK 第二个方案就是说 如果假如呢 你的环境不是windows 那你可以从那个 再来就是云端白板 我将来的相关的讲义的话 会放在云端白板里面 所以你们假设要找上课的讲义的部分 那因为我习惯是把一些 我做完的范例程式部分 都放在云端白板里面 所以你们可以找到 云端白板里面 这边有一个就是 建置Python的开发环境 那你可以看到 打开来 这边就有一些解说 就是我刚刚刚刚讲的 就是说开发的那个部分 那当然开发环境 真的 除了Spider之外 还有太多太多了 像很多常常用Jupiter 或者是说用什么 我之前还 上课还用到那个Eclipse 然后 还有很多人喜欢PyTron 或者是用VSCode 反正一堆 那你说这些还没有 还有更多 那你说这些都能写Python 但是哪个比较好 就跟各位讲 你写的顺手都好 你写的不顺的话 哪个都不好 OK 你写的出来 能够执行没问题就是好了 OK 那我是觉得 以目前来看 这个Spider 应该是 比较 好上手 而且 执行起来 没什么太大问题 另外的话 我这门课程 本来是会涵盖 有一个 这个证照的题目 因为我觉得 那题目出得还不错 那我是想说 如果你上完这个课程 你又想要拿到 这个PyTron的证照的话 那当然了 你也可以接着去考 那考试的时候用的 那个开发环境 就是Spider 所以如果你假设 因为 因为 毕竟你上完这个课 是有个解液症 不过解液症效用 可能还是没有那个 证照来的 来的OK一些 所以如果你假设 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同学 那你可以把Spider 好好熟悉一下 那当然你想说 老师 我还是觉得说 其他的开发环境 是不是可以再试试看 说不定哪一个环境 我会更喜欢 没关系 你可以去试 如果你时间多的话 真的OK 每个都可以试 没关系 因为之前有一个同学 还蛮妙的 他每一堂课 上课就是试不同的编辑器 试到最后期末了 我说你试的结果怎么样 他说 好像还是Spider最简单 那结果呢 感觉好像 好吧 不过也是一个历程 OK 至少他曾经 都通把他下载下来了 对不对 那证明说 他真的是时间很多 对不对 还是太无聊了 所以啦 如果你时间很多 你可以去做 那我觉得 你每个人没有那么多时间 OK 那再来的话 就是底下相关设定 另外 你可能如果不是 装在C碟底下的话 那可能要修改一下 OK 那 至于怎么修改 如果有遇到问题 再说好了 那再来就是说 anaconda 如果说假如 你的环境不是Windows 你想要去装的话 我这边还有一个连结 就是 这个anaconda的连结 那当然目前最普遍 除了用那个 我现在这个懒人包之外 还有anaconda 那他还有分成用Windows 64 或32的环境 理论上Windows 大部分都下载64的环境 你说下载32可不可以 那当然也可以啊 32跟64其实 其实都可以run OK 也没什么差别 那理论上 64位元的执行效率 比较好了 可是执行效率差多少 可能差百万分之一秒吧 完全没感觉 OK 这感觉就有点像 那个高速公路拓宽的 那本来车都不多了 你你你你 那么宽干嘛 OK 因为我们又不是跑3D游戏 之类的 那另外这边的话呢 那也有提供那个所谓的那个Mac OK Mac的环境 那他档案其实也不算大 大概500多Mbps 我是觉得啊 那conda有进步了 因为我最早印象中 我曾经安装过他 最不喜欢的地方就是 他一安装下来 就好几GB了 1000啦 不过现在好像慢慢把它缩小了 可能也慢慢走向 就是可能会大家会觉得说 奇怪你明明就不需要那么多 你干嘛装了一大堆东西 最早他等于是说 把所有的套件 反正你用不到的 用得到的 全部都帮你装 装到这个 你的系统里面 那当然也会造成你的困扰 直接不需要我装这些干嘛 OK 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跟各位讲一下 今天至少 第一件事情 就是 要完成那个环境 慢慢习惯一下 然后因为我不确定说 大家是不是已经 是老手了还是都新手呢 还是一半一半 我不知道 那请各位帮我填一下这个课前的问题 目前 已经填写了有14位同学吧 OK 然后 马上就会有个答案 OK 我们来看一下 那现在 另外还有啦 就是如果你假设 你要写拍摄 他另外一个环境也蛮OK的 就是Google的云端硬碟 里面其实也可以写 因为他有一个叫Collab的东西 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不用装 你只要Collab 云端硬碟 也不知道根本用过 新增里面 有一个更多 更多里面的话呢 我这边是已经装了 叫Google的什么 我简称叫Collab 它叫Collab OK 如果说你没有装的话 假如说你在云端里面 没看到这个东西 那你可能要需要怎么样 再到那个底下它好像有更多 你要去搜寻一下 这个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新增 更多底下这边有一个什么 连结更多应用程式 那你就在这边打上Collab就可以了 关键字就是CO 搜寻地方 你打个COLAB 它就出来 就是这个 那你就是找到之后的话 记得把它安装起来 那你将来 如果你要写程式的话 一样可以从新增 更多里面就会有一个叫Google的Collab 那你点击进来的话 他就会问你说要不要共用 一般是要建立并共用 然后这边的话 就会跳出什么 一个开发的环境 那里面的话 就可以开始写Python 也是一个方法 OK 假如说你没有其他地方 你就在这边写OK 程式码贴上去 一样可以让 没有问题 那只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毕竟 它这个环境是在云端 所以呢如果你将来 你的档案如果假设要在本地端的 比如说你档案都是在本地端的 那你变成怎么样 你还要再去想办法把它 从 它的云端上面把它 download下来 或者是说 在云端上面的处理 又不太一样 OK 所以这个可能相对起来 也许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 像我们一般处理 但是其实还OK 它等于是说 把那个档案 通通放在云端上面 OK 其实这个也是 还蛮推荐的 我弄起来 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OK 好 那第一个 我大概 说明一下 有关开发环境的部分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大概 来了解一下 因为刚刚有请同学呢 跟我填一下这个 有相关问题 目前看起来15个 我们的17个 他两位同学还没填 各位差不多了 首先的话呢 我们大概知道 大概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班上 是否上过 python课程的 有的话 占40% 因为在其他地方有上过 然后另外 33% 就是大概 大概三分之一有上过我的课 所以这边应该是 三分之一是救生 然后呢 所以大概七成以上的同学 基本上都已经有python的基础了 那另外的话呢 有一成三的是没有 但是 有其他语言的基础 这也OK啦 因为基本上 如果你有其他语言基础 大概也类似 很多东西其实是相通的 那当然只是说 有些地方可能还是有差异 你可能要把那个差异部分找出来 然后呢 还有那个 百分之13的同学 13 两个同学 是完全没有基础的 OK 完全没有 如果这两个同学可能 是还蛮勇敢的 OK 因为上这个课程 没有基础 但是如果你还是要坚持下去的话 其实我是会上课录影 那你可能回去再花时间 把你前面比较不熟的东西再补足 或许也是一个方案 不过这个可能还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至少我大概了解 目前我们班上的同学 也就是说大概七成的同学是有一定的基础 OK 所以 刚才我会抓一个中间值 然后 再来的话呢 这个程度部分大概有一成 两个同学是比较高级 有层次开发的基础 然后大概六成 所以其实比例上也 占了 大概有 就是七成以上 所以也差不多 百分之七十几 那 大家比较有兴趣的话 也都 多半是比较偏重 在后面的相关东西 也许比较重要是爬虫 OK 那当然也是我们上课的重点 那上课动机 大部分都还自我学习 八成六 然后另外不要感兴趣的一些新的科技 OK 所以呢 基本上我已经大概知道一下大家的程度 那接下来的话 我大概说一下我们这门课程的一些相关的重点 那大家有提到 这门课 其实题目就告诉你的 这个第一个就爬虫 那爬虫当然很多地方可以爬取资料 那有可以爬简单的 也可以爬复杂的 然后也 当然有些网页很难爬 上面其实甚至它就是不让你爬 就是说它甚至有保护的 很多啦 因为它其实也是 有些网站 它因为太多人爬取 也会造成它的那个系统的那个loading会很重 为什么 因为你爬虫 毕竟一定会比那个人去点点击的速度快非常非常的多 那其实爬虫主要就是模拟人去做某些事情的动作 OK 然后呢 它可以很短的时间就把某些事情全部都完成了 就写个回圈吧 里面做一些逻辑判 所以呢 像之前有蛮多就是说 要抢五月天的票 第一个你就会爬虫了 如果你要去听五月天的演唱会 如果你不会爬虫 那你就抢不到票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背后很多人 在那个时间点早就设定好了 而且它可能还开很多台电脑 对不对 那你怎么会抢得过它呢 对不对 时间一到 马上人家就已经 准备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 往后如果你要抢票的话 我觉得爬虫应该是很必要的 OK 如果你不会这些东西的话 那说真的 你速度总不可能比得上别人 所以有时候 为什么你想说 为什么 别人都可以 可以有那个名额 但是我为什么就没有那个名额 你会发现 这真的是 还蛮现实 尤其现在很多东西 开放的马上就是会在线上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 年轻人就是 都可以 定得到 但老年人就没有办法 对齁 那你们是老年人 不是啊 老年人不是指的 应该是说没有跟上时代的人 OK齁 所以 这个部分呢 也许蛮多地方可以延伸的 也就是说呢 未来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上 其实都会缓缓相扣 因为 所有东西 资料都在网路 都在云端 那你如果 假如说你希望能够过得更好 这个或许是需要一个部分的进 因为我自己有感觉 对耶 我们好像有占了一点便宜 好像什么事情 像打疫苗好了 奇怪别人为什么都排不到 那为什么有的人就排得到 对不对 难道他有混 没有啊 他好像也是个正常的人 OK 他爸妈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啊 对 那为什么 OK 也许他比较懂电脑吧 有没有 你会发现好像这年代 好像比较会电脑 至少还稍微吃香一点 再来的话就是说 在这么庞大的数据的背后 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他变成淺显易懂 一看就知道 到底哪个数据 哪个地方环节出错 我们应该马上补齐 或者是 如果你在 比如说电商 哪个产品最近卖的最好 而且趋势线看起来 他一定还会在大卖 当然理论上你要赶快进货 OK 所以要怎么样 去用很简单的图形 显示很复杂很庞大的资料 那这个当然也是我们希望做到的 OK 当然这背后其实就是一堆的程式 那如果说呢 你假如说 相类比的话 其实目前有很多工具是 可以很简单做 概念其实都差不多 就像说那个视觉画 白话 其实身边就有 像Excel Excel里面其实就有 制作图表了嘛 那其实 Python做的事情 其实跟Excel 制作图表是一样的 差别只是说呢 Excel的那个图表 是人工做的 变成说你要先 把资料正规化 然后正规化之后 可能再枢纽分析表 有没有 枢纽分析表 再枢纽分析图 然后如果你有很多的枢纽分析表 你有很多报表 你变成你要人工每一个每一个都去把它个别完成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写完一个程式的话 那他就会完全自动去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完了 不需要人工每天在 而且尤其如果这种是固定的 routine的工作的话 那你势必 你应该就要用成 这个这个 来做啦 那 所以 概念上面 其实还蛮多 跟Excel 还蛮像的 有没有 像枢纽分析表 就是像我们会用到一个叫Pandas的一个模组 那其实就有 里面做的事情 很多就是跟Excel的枢纽分析表 蛮像的 他有什么Data Frame 有没有 其实很多都是类似东西 那只是说呢 如果你有那方面概念 你再来学这个东西 会相对比较简单一些些 ok 那大概我简单说明 那当然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分成两阶段 因为前一个阶段其实也快上网了 因为好像剩一次上课而已 不过 其实本来这个课程 原来应该是在12月11号才开始上课 那因为 我刚讲到 就是因为要有那个 新年度一定要排 所以就排在这个时间点 蛮尴尬的时间 而且 应该 大家都会想放假 如果 假如说 想要出去旅行的话 你看 如果 我发现昨天应该有人就已经请假了 昨天如果请假的话 就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哇 有四天的假期 那可是如果你来上课的话 应该就没办法 其实我昨天就有想到了 我昨天就想到说 我昨天就可以放假了 然后就可以出发了 对不对 不然的话 假如明天出发 那可能就塞在车站上面 那没办法 这个时间点 那 前面部分 当然有一些基本的 所以如果假设 你对于前面的 像我刚刚讲的那个 开发环境 我们还是 我上课会用 刚刚讲那个 Spider 另外基本语法 这个也许我们后面 就不会花太多时间 但是呢 我刚开始的 Tempo 会稍微慢一点点 可能会先看一下 大家的学习状况 慢慢再次度的加快 OK 那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说 有关那个 档案的读写 跟那个 资料库的部分 那另外也 其实也会讲的 有一些 就是爬虫的部分 OK 那我们 这个阶段的部分 大概说一下 总共时次上课 我大概会讲哪些呢 第一个 今天就会开始 来做那个 所谓的 爬虫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说明 所以也许啦 今天 我们在云端白板里面 其实也有放一些资料 所以待会如果有时间的话 各位可以先看一下 我这边云端白板上面 我刚刚的那个网址 请各位还是要记一下 我把它写在上面 OK 然后呢 里面的话呢 请各位 就1到5 1到5的话 是算是基本的 OK 然后呢 这个06以后 6、7、8、9、10、11 那已经算是进阶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假设 想要对后面的课程 先去了解的话 或许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那今天的话也许啊 我们就先从那个 0、6、0、1的部分开始 0、6、0、1 0、6、0、2 0、6、0、3 然后 0、6、0、4的话 就是网页 网页的截取啦 那爬取网路资料部分的话 再来就是从第6个单元里面的第4个小单元里面 就是再去爬取 这些东西 但是呢 爬取网路资料的话 所以待会可以先 假设你要爬取网页资料 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0、6、0、4 这个单元 那 不过呢 你要爬取网页资料的话 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因为毕竟 网页的结构 背后 它的语言 就是所谓的HTML 也就是说 不管你任何的网页 你按右键 右键里面的话 我们随便开一个 比如说 Yahoo好了 随便一个网站 你会发现 你只要在这个浏览器上 这个打开之后 按右键 有没有 这边有个检视网页原始码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跳出 这个网页的HTML 当然除了HTML之外 其实里面当然还包含CSS 还包含JavaScript OK 那如果这些东西 基本上 如果完全你都没有基础的话 那将来要爬取网页资料 就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其实上面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一堆的标签 OK 这个是背后的程式语言 就HTML 那当然我们前面看到是长这样子 所以以后假设 比如说呢 Yahoo里面有Yahoo股市好了 比如说这个Yahoo股市 我想要把这里面的东西 这个所有的大盘 当日行情好了 我想要把当日行情的某一个类 比如说水泥类别里面的那个资料 把它抓下来的话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样把这个资料全部抓下来 然后呢 并且帮我存档 也许 比较简单 也许存成一个CSV吧 CSV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直接用Excel就可以开起来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当然呢 简单讲 其实第一个啦 按右键可以看到检视原始码 不过喔 当然我不建议你直接 你看原始码 因为原始码是从头看到尾 光这些 你看喔 光这一页就有100多行 这个还算是非常少的网页喔 OK 100多行 所以你慢慢要习惯 一个功能 就是说如果你要找的这个 其实它看起来好像是表格 但是我后来发现它不是表格 如果你要找这个范围的资料 你可以从它的左上角开始 比如说选取这个 假设从这边开始按右键 那么要习惯有一个功能叫检查 那这个检查功能 意思就是说网页的原始码一堆 你不可能从头看到尾 那它提供一个功能 就是说我直接告诉你 你那个原始码的位置在哪里 就是停在那边就好了 然后你针对你要的资料呢 先去剖析 先去知道说它的 它的组成的元件有哪一些 OK 比如说你会发现这个 它的元件基本上 点击这边 你会看到 它这边有个DIV 有没有 特别注意 这个DIV 就是HTML的一个标签 那这个DIV 基本上很常见 就是类似于网页里面 它要放一个资料的一个板块 那有点像是 如果你有用用过Word的话 它有点像是那个 文字 就是文字方块 就是放资料 它有一块可以移动的 DIV 有点像可以让我们排版用的 OK 那所以它每一个都一块 一块一块 然后它后面还有个class class的话 其实就是它的 顾名式类别 这个其实跟CSS比较好 就是它 它以后呢 我们要把它格式化 有点像如果你用过Word 有点像样式 它以后每个都长了统一的样子 OK 那以 假如说我看得懂这些东西的话 那我将来 也不需要全部看 我只要找到关键的地方 特别是我跟我讲关键的地方 然后把这个关键的讯息 提供给Python里面的一个叫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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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模组 叫BeautifulSoup 你给它 你跟它讲说 我要什么样的标签 然后呢 它的样式是什么 然后你 请你把它里面的东西 帮我抓回来就好了 至于其他的 你不用知道没关系 所以喔 特别是 我们尽量就是抓重点 OK 你给它对的 它就自动帮你把那些东西全部抓回来 OK 所以 后面的话呢 我们会逐一的 让大家知道 这些该怎么用 然后怎么去 找到你要的资料 然后我们会举一些比较常见的案例吧 比如像这个Yahoo!股市 或者是什么 Yahoo!新闻好了 比如说最近新闻有哪一些 我希望把新闻标题 全部捞回来 甚至把 这个全国的那个 所有的新闻标题 每天固定的捞 每天固定的捞 然后每天去分析一下 到底 当然每家一定都不一样 那有没有一个风向 那看一下 那风向 比如说选举快到了 哪一个 根据这个来统计分析一下 有没有可能 谁会比较容易胜选 这也是一个指标吧 对不对 那可是像这些东西 绝对不可能用人工来做 所以如果像什么渔情中心 里面需要的人才 一定是会 爬虫的 之前好像有一个渔情中心 就是他们 就直接来这边上课 OK 全部人都来这边 OK 那请各位也许先稍微了解一下吧 所以 第一个 填写问卷完之后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确定一下 你的c叠底下有没有python384 里面有没有script 然后 找到那个scripts里面 有个叫spyder.ese 直接点开来 OK 不过第一个就出错了 那怎么办 等一下来解好了 他出现什么 他 第一叠有没有 那可是我们是c叠 所以其实这边可以改一下路径 就OK